我特别会宣告,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样 如果你假设没宣告的话 你将来在抓那个,就是说这个HTML 物件的时候 如果将来用到那个GetElementByTechnate或者ByClass的时候 将来呢 如果假设你没有宣告,你点下去它不会提示 但是呢VPA有一个方式,它可以 让你,它会自动帮你去把那个物件里面的方法自动帮你提示 就是你点下去之后会告诉你说 它有哪一些,这个物件里面有哪一些属性跟方法 不过前提是要这样啦 变成说你,第一个啦,你变成你要宣告 这个物件,它是哪一个物件类型 所以这边的话呢,可能第一个啦,我们要先知道说 当你将来,如果你假设打了手的话 甚至你这一行宣告可以不许 但是如果你宣告咯 你就要跟它讲说 你这个HTML的这个物件放哪里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能变成说你要去 工具里面呢,去引用这个东西 这个HTML Document 所以你如果假设 如果没有引用的话,我印象中它会发生错误 那它这个HTML Document 基本上你就要对应到的 就是在那个工具里面 有个叫设定引用项目 那你就要在这边 Microsoft HTML Object Library 这个要打勾 也就是指的 这一个 形态 它是在这个韩式库里面 可以被找到 OK 而且它名称不一样 有些是一样的 有些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地方刚好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呢 如果你假设 如果 刚刚应该有同学 没有引用这个的话 假如啦 我没有引用好了 理论上RUN的时候应该会出错 我们来看F8一下 它会出现这样 所以 那如果你假 假如你不希望出现这个错误 编译错误 那你就要跟他讲说 你这个类型 它是在韩式库里面的哪一个 这个Library 哪一个韩式库里面可以被找到 那你就跟他讲说 我是放在工具 这个把它停一下 工具 设定引用项目里面 稍微找一下 那我刚 有跟各位讲一下 它应该会是在 Microsoft开头 所以你要找M开头 然后它H开头 所以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嘛 所以你Microsoft底下的话 找到叫什么 找到叫HTML 所以 H开头 这边 找到了嘛 然后它放的位置 实际上是在这里 就Windows CD底下的Windows3 Windows里面的CM32底下 的一个Library 那你把它打勾 按确定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所以你如果在执行 这样应该就没有错误 他就知道 原来你指的这个 这个东西 是在那个Library里面 他就找到了 不过啦 理论上 你假如这一行不要 你不要写这一行 其实程式也 没有问题 所以我把它前面加个单引号 注解掉好了 如果把它注解掉 其实你 你就不需要 做你刚刚 比如说我刚刚这个动作 没有引用的话 比如说我刚刚这个没打勾 那你就不要宣告 如果你不宣告的话 其实按F8啦 你会发现它一样可以握 它会自己去到Library里面找一下 有没有这个东西 有的话就run 没有的话就不会run OK 所以也许你们练习的时候 那你也许暂时先不要宣告好了 那你想说老师 那宣告的什么好处呢 宣告的好处 唯一 的好处 就是将来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它会 提示 比如说你如果假设 我先把它提一下 像我刚刚提到这个HTML物件 你点下去它不会提示 可是如果你假设有宣告 而且跟它讲说 那一个 韩式库 它是在哪个地方 比如说你甚至把它打勾 Microsoft 所以你找到微软 Microsoft的底下 HTML的Object Library 那它最大的不一样 我印象中就是 如果你有宣告 也有引用的话 那将来呢 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你在 这个引用这个物件之后 你再打一个点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 这个下拉清单 也就是说 它可以自动去找到 这个物件里面 到底有哪些属性 跟方法 那其中的话 这样 我打一个GET好了 打一个GE 大概就出来了 那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用 比如说像GETELEMENT BYID的话 你会发现它自动会出现 所以这样的好处就是 它会帮你 叫出那个方法 你就 因为有时候懒得在打那一串 而且有时候你打那么长一串 很容易打错 所以如果假设啦 你 不想打错 然后有提示的话 那就可以用这个方式 来 帮你找到你要的 所以如果假设 我今天用那个 用 GET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显示我是标题 1 而且是用 因为它ID叫P1 所以呢你跟他讲说 GETELEMENT BY ID 然后跟他讲说 我要找的ID是哪一个 我要找的ID 它就是P1 P1帮你找到了 那特别注意 各位可以 稍微看一下这个名称 因为他是GETELEMENT 你会发现 这个ELEMENT后面没有S 那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ID是唯一的 也就是不会跟别人重复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把ID 后面就其实就不需要什么 小刮糊 因为他绝对 应该理论上不会是一个正列 所以呢也就是直接就是 就是那一个就对啦 ID就是唯一的 那你就帮我把 这个里面的我是段落1 帮我提取 所以你后面的话加一个 里面的内容 叫 点INNER TEST 而且你会发现 它点下去它也会提示 所以INNER TEST也不用自己打 它会出现 好 我底下这一格先把它注解一下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呢如果把它run一下 先把这个资料先清空 所以一样喔 然后我就把这个原始码先载到HTML物件里面 然后先把B1清空 然后把这个GET ELEMENT 我们用ID找到P1 然后它里面内容 帮我写到 B1的储存格里面去的话 那你会发现 我是段落1就出来了 OK 那第二个啦 我希望喔 如果我今天 当然同样的方式喔 如果你要找我是段落2的话 如果用ID 那一样嘛 如果你假设你用ID的方式 要找那个我是段落2 那也很简单 其实就是 把 上面这一行 Ctrl C一下 然后呢 直接贴到这边 那你就是 把ID的话 你就 因为它这边有ID 叫P2 所以你用P2的方式 把里面的资料也抓过来 不过一样会有换航的问题啦 所以你如果要换航的话 你可以AND CHR Return就10 OK 那这样也有 或者啦 如果你不用那个 CHR10的话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换航的话 在VB里面 也有一个 叫做VB NewLine NewLine 这个比较好记 就是 帮你重新 再增加一个换航 叫 VB NewLine 如果没写 对 那你可以打小写啦 理论上它 假设移开之后 会变 首字大写 那表示你没打错 OK 那就是换航的意思 CHR10 或者VB NewLine 其实都是换航 所以 如果假设 我希望先帮我把 这个B1先清空 所以把它清空 然后呢 先输出 我是段落1 再输出 我是段落2 所以把它改成 我看有没有改成P2 对有 然后P2里面的资料 帮我把它输出 我是段落2 OK 那这样如果 用ID去抓 没有问题 可是喔 如果你假设说 老师因为这边有那个class喔 那我假设说我希望改成用class的方式去抓的话 诶 那这个地方程式该如何做修改 那其实也是一样喔 如果说我今天我要改一下 改成class 所以其实啦 以后你要抓那个网页上面的资料 大概就三种 最常用到 第一种不外义就是tag 不过tag 很容易 有一些像DIV 哇太多了 所以他这个测针 可以用 但是 可能会遇到重复的资料太多 所以你可能要第2个 第2个测针 大部分都是class class其实还蛮好用的 所以如果假设我是段落 我不要用 ID的方式抓 我要用什么呢 我要用那个 就是class名称去抓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改 特别是喔 如果假设啦 这个是 就是段落1嘛 如果你假设用那个 我是段落2你要用class名称的话 那你就用的方式就是 用get element 特别注意喔 就是把什么呢 把 这边就 叫class name 也就是 其实这个名称跟刚刚那个tag name 刚好是 把 原来叫tag th 改成class 好 那刮胡之后的话 你就跟他讲说 你的class是什么名称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名称 他的class名称叫 read 所以你就把这个read 把它打 在这边 或者负贴过来也可以啦 可是特别注意喔 如果这边element加s喔 那表示说他一定不止一个 可能一个 可能是多个 所以呢他不管一个或多个 他回来的东西就会是一个正列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他第1个的话 那你记得喔 这后面一定要记得加一个 刮胡0 表示说呢 他的第1个的意思 因为只有一个啦 所以就指的就是第1 后面的话记得加 点什么呢 点IN呢 test 里面的资料 OK 那把它执行之后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我把它先清空 所以拉到上面一行 然后来看一下 先把资料先清空 然后先用id的方式 抓我是段落1 然后再用class的名称 去抓 我是段落2 OK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第2种 第2个范例的话 主要就是 用了id跟class 去抓那个 这个网页上面的内容 OK 这3种其实都非常重要 那你说哪一个最常用 其实最常用还是tag 因为 网页基本上都是tag 都是标签 那其次的话用最多的 就是class 所以class可能 我建议各位 一定要把它熟悉 那不过class 跟tag 其实 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回来 一定是 一个 正列 那所以呢 你后面记得要 哪一个 那如果多个的话 你可能就要跑 一个的话 你就0 多个的话呢 那你就跑个回圈 你可以用forH 你也可以用forI 反正就是把那个回圈跑完 然后通通都抓回来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 范例2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范例3 范例3的话 主要就是说 如果我要抓的资料 除了tag之外 它里面有一些属性 比如说呢 这个属性 假设HREF 如果我要抓了什么 不是 不是抓那个first 也不是抓second 你会发现这个是内容 就content 那我不是要抓content 我是要抓 标签后面的属性的话 那该怎么抓 OK 比如说我想要抓 超连结 比如常常是 一个网页里面 那我希望说除了它的标题之外 我也能够把它的超连结 一起把它抓下来 OK 那该怎么做 所以如果我们 除了 除了抓tag 抓id 抓class之外 有没有办法 通过属性 去取得属性里面内容 另外的话 还有常常会抓什么 抓那个网页里面的图档 比如说我希望 把那个网页里面的所有的图档 通通帮我下载下来 并且帮我塞到essail里面的话 并且帮我把它放整齐 网页自动把图先全部抓下来 那我应该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是针对那个 标签后面的属性 那我要怎么去抓到标签后面属性里面的值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刚刚的那个程式码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几页 我们来我看一下 刚刚的程式码在 第 事页里方 OK 这边的话呢 一样用了两个 方法 一个叫 getElement by ID 一个是getElement 加S 所以这边有S 然后呢 by什么呢 by takeName 不 跟你讲 by className 所以S 蛮重要的 因为 有没有S 其实很多 有的时候就是会出错啦 记得这边by className OK 理论上啦 你说老师那这三个就够了吗 跟各位讲嘛 大概 90%以上的网页 其实就够了 因为你说用 其他的方法固然可以 但用来用去 我觉得这些应该是最简单 而且最不容易出错的 请各位先试试看 呢 对 我 非常 过来 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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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我 不 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